嗯 那張 張阿姆睡好嗎 今天齁 今天來跟大家 大家齁 來講解這個 台灣發力啦 這三天兩天 大家應該有一個對一個 台灣的這個發力基礎齁 要有一個代表的觀念 今天這個講解 這個簡報器給這個 大家一開始就覺得很趣 怎麼會去拜安呢齁 這是一部電影 叫做駭客任務 有的又兵做黑帝 黑客帝國 還有這個 這個齁就是 跟戰爭法有一個聯想齁 這裡請進去打打打 他跟最後戰爭嘛齁 跟最後就是有一個 國際戰爭法 來做一個制約 所以 怎麼打 怎麼戰 因為我們就是不能脫離 這兩點很注意 來我現在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現場聽到我們臺灣學的請贏手 謝謝 聽到北京藝的請贏手 大家都雙語都會用 阿伯謝謝 來 法律的改罵在臺灣里 日本新臺灣論 一定要拜託大家同心 一定要討好 為什麼呢 所有所有一切 都不可以來達到國際法律 像這個禁止不宜轉租款 流氓政府不得住地好不好 這就是規定所有 在軍事行動之後 你征服對方的國家的時候 不可以改變的能力 完結 來我們看這邊 了解一下 我們為什麼 我們的生活 怎麼那麼奇怪 那麼痛苦 怎麼滴滴 控制 不可以讓我們說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發展的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們的國際地位 怎麼不清楚 今天的人來這裡上課 大家有一個重要的一個心情 我們想要了解我們奇怪的 哪個目情 台灣 為什麼都怕不出去 卡在哪裡 對一條筋卡住的 我們的腳毛手臂 怕不出去 沒關係 這是世界的一個 包括現在的目情 我們台灣社會 大家的目情 一個疑慮 這個心情 我們不容來看這個短片 來 謝謝 看一下 謝謝 謝謝 I imagine that right now you're feeling a bit like Alice tumbling down the rabbit hole you could say tha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have the look of a man who accepts what he sees because he is expecting to wake up ironically this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do you believe in fate Neil? no why not? because I don't like the idea that I'm not in control of my life I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let me tell you why you're here you're here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you can't explain but you feel it you felt it your entire life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there like a splinter in your mind driving you mad it is this feeling that has brought you to me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matrix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even now in this very room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look out your window or when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go to work when you go to church when you pay your taxe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what truth? that you are a slave Neo like everyone else you were born into bondage born into a prison that you cannot smell or taste or touch a prison for your mind unfortunately no one can be told what the matrix is you have to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fter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you take the blue pill 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remember all i'm offering is the truth nothing more янow ULA disable the rabbit hole and i rewind it in anotheraw well.com what y va you know 它的音樂 我們拿手 謝謝 這部片在當時發表的 1999年 當時台灣那時又是誰 做總統 是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不是台灣 大家要記得 這是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在台北 這個體制的腳 他剛才的影子裡面說的母體 簡單來說 就是今天說 鋼口的一個重點 政治嚴格 每個人都出事 到目前為止 你會覺得奇怪 夢夢妙妙像我們 像我們說 英文都摘得到 兩層的事情 公平和正義 想像有人聽到10% 我們不要 人家根本身不夠 生活那麼好 我們的薪水 一直一樣 一直一樣 錢 越勇越薄 大家有這種感覺 現在慢慢 22 幣 一直一樣 時間到15 幣 再來 全部都要控制 這是一個 等於說這個積極的人 是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一九四五年 十月二五 是這個 中華民國 占領軍 就著這個杜魯門總統授權的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不是麥克阿瑟 因為麥克阿瑟他是聽命辦事 杜魯門套過這個麥克阿瑟 發布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給這個蔣介石 元帥他是萬歲 因為當時他九四五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 又是一個政壽的國家 他有總統 就介紹到蔣宗正 他本身只是一個軍隊集團的 領導員而已 他是一個委員長 他不能說他是總統 想不到 美國想不到都奇怪 我們爹爹四年 他給四九年 十月分 變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 變成說他現在要想辦法的東西 這個 減領軍 來台灣的時候 是經過 受權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來他這個李宗仁總統 他沒有選擇來台灣 他是流氓去美國 所以我們知道有一個北京 李宗仁總統 他一定知道說 這台灣一定有一個主人 主人是什麼 日本天皇 這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說不是 是面對的一個人 第一次 我相信 很重點蔣介石 他本身要知道這個 總統 只是說 他要配合 美國這個模糊化的政策 所以一直說到今天 他說奇怪 怎麼會 台灣的問題 都一直都沒辦法解決 我們台灣 目前電視開開 都很亂的 每天新聞 看看 看看 想說看這個 比較輕鬆的新聞 都報一些無關通行的新聞 我們要了解 看的也是他們 那個體制裡面 中國黨和台灣黨 兩人去相拚 這一次有一個亂象 給大家 不記得說 要來探討 我們 最主要真正的新聞是什麼 不記得這個重點了 我們加在那個 漩渦裡面 變成是一個迷魂症 不記得 每天電視開 馬 甚至電視講到 又買一台新的 又繼續馬 又繼續開 生意每天開 聽 就是要聽重點 結果每天 我們就是為了這種事情 發脾氣 結果都找不到真相 我相信每一個 今天坐在這裡的東西 大家一樣 都有一個心情 我們要探討 我們到底 我們本土的人 真正的 真相 在這裡 今天就在這裡 來做大家來做個分享 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 世界 目前台灣的情況叫做 正在台灣 正在台灣 它裡面 所有給你看 都是假的 假象跟錯覺 因為是叫做社局 設一個局 讓你在這裡玩 像遊戲這樣 像路邊的煙槍棠 拿給那個老闆 竹子 拖下去 得分多少 就拿幾條煙槍 同樣 他怕香味不夠 加蒜頭 加一些香料 風給你援 那個煙子一直在頭 人就越來越多 人就很簡單 很單純 拼到米就整個來 整個煙槍棠 老爺滾滾 大家來玩這個遊戲 這個比喻是啥 選舉 大家有發現嗎 在生活當中 這些所有的 政論節目 新聞的重點 都圍繞著一個 重點 那就是 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 你說 政府這個 提責裡面 它所有 對球的利益的重點 就是 透過選舉 來拿到它的政治利益 這是最大的 大片 在裡面的人 大家一定要記得 在中華民國的 體系裡面的所有的政黨 所有的電視媒體 電台 全部都是效忠 中華民國這個提示 不要有個錯覺 三立 民視 跟中華民國說 為台灣的 怎麼就錯了 那是一個錯覺 原來要做什麼 他說 他這政政目正是 中國國民黨 對吧 大家想說 中國國民黨 把我們壓制 我們很不滿 想要去 儀客 一個 可以替我們出什麼 他叫什麼 民進黨 為什麼他叫民進黨 民進黨 不然叫台聯 大家去找 去找答案 我不滿 我就要把它翻下來 就拿像遊戲一樣 贏的 不對 我要找輸的 我可以兵貌嗎 結果 含政在這裡就開始了 這個問題 因為 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 本土人 我們這個 台灣所在的所在 是美國的 軍事 這些 是政治 連隔的 路 所以這個 政治 煉獄裡面的努力 就是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自己本人 我們目前還在這個體系裡面 因為政治台灣還沒走 他目前還是對台灣有管轄權 大家要有清楚 大家要有一個清楚了解 因為我們建立台灣的總控 就是說 OK嗎 台上OK嗎 這個台灣就是說 他這個贏做這個 政治氣氛喔 就是要讓大家 陷入的總控 他政治連隔 就是要跟他關在裡面 連隔了 從這個裡面 去挑他的利孫 吃他的大餅 每一個台 勤勤起來 可以當做這個 那 艱苦的人 本土丹人 因為 美國的軍事 占領的 他委託 中國的占領軍 委託占領 他並沒有親自占領 所以在政政法裡面 從 軍事占領 到 民政府成立 這一部分 就是由占領地的人民 所組成的政府 叫做 民事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就是 經濟戰政法 來成立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這個名字 叫做 台灣民政府 對不對 他轉名叫什麼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他上面有一個 主管單位叫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上頭有人 經濟戰政法 來成立 因為 占領軍就是要協助 占領的 平民百姓 成立自己的一個 占領地的人民政府 因為戰爭就是 跟對方的 政府 跟推翻 但是因為 戰爭之後 這個兩邊的 語言 宗教 跟文化 不一樣 所以占領軍必須要用 當地占領的人民 組成一個新的政府 讓這個 國家 重新站起來 有一個新的秩序 然後在 這個占領地 他人民 百姓 遵守法律 維持和平 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占領軍自然就會離開 但人離開之前一定要簽訂 合約 這是政權法的一個主要精神 政治戀領就是 我們在這個 美國因為美國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他逃避這個重點 所以 叫他的 麻吉的 盟友 中國佔領軍 幫他 佔領 六十幾年 到今年 已經六十九年 算了 因為他說 為什麼 他又乖乖 美國又乖乖回來 親自佔領 很簡單 回溯到 2006年 10月24號 有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 代表 台灣民政府 去控告 美國總統 我們現在左手邊 右手邊 在看 左邊那一張圖 因為當時 重點的時候 基礦怎麼有人跟他搞 這像什麼 Roger C.S.Lin 來看 台灣民政府代表 他當時 剩餘 200 二十八的 本土丹人 來搞 為什麼搞呢 銀款 就剛才像 剛才 頒發美國國旗 秘書長直接 跟大家講 你戰爭 戰爭 你不能把 尖銳的銀款 也先刷走 甚至 當作無看 犧牲掉 這是最大的一個敗筆 美國國務員 台灣 這片土地 尖銳的 他說 東亞 亞洲的一個 最大的 失敗的地方 就在這裡 他把人權 忽視掉 美國是 注重人權的一個國家 竟然在佔領地台灣 他 疏忽了這一點 所以 對他來講 其實是 很大的一個恥物 那為什麼他 親自佔領 他要把這個 不好的 重新 悔改 因為 最主要就是 他有一個 重新要重新 建立的一個 新的一個開始 所以他來親自佔領 依據 法律來佔領 因為他在 不佔領的話 美國司法部 就會依法 辦理 那 台灣 剛才講到說 台灣自已當局 其實他現在名字 為什麼中華民國 他名字叫 台灣自已當局 大家會有個 奇怪的 對不對 那電視上這些 政治人物 一直講說 一直說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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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說的 台灣後面 瓜 佛 治理當局 這是經濟什麼 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的國內法 叫做 台灣關係法 簡稱 MTRA 他裡面就說什麼 第15條 其實大家可以 像這個 美國在台 社會 AIT的網站 我們去查 台灣關係法 點 看有15條 15條 裡面就說了 重點來 197九年 之前 生人為 中華民國的 台灣 體力 東局 出閉了 問題 請問一下 197九年 一月一月 之後呢 中華民國的 沒了 他這裡改名 改名叫什麼 台灣 治理當局 所以這裡出去 他用 中文都說 我是台灣總統 其實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代表只是說 美國的 軍事佔領地下 他的 附屬一個單位 由美國國務院來 主導 叫做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那 他這個領導人 President 他英文 有很多的方法 那為什麼叫做 有時候他比照 國家元首 因為他是軍事總督 從當時開始 從 蔣中正 蔣介石 元帥 來的時候 你看我們 英雄當中 蔣中正 是 全世界人 軍服都穿緊 有看過他穿西裝嗎 沒有 而且他這個 軍事政府 中國戰聯軍 很趣 不斷 我們看 政策的國家 在人民 被生在抗議的時候 不是都會 政策都 不會去 甚至叫警察 被他起來 但是 很特別在台灣 現象 在抗議 抗爭 請願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巨碼 跟 鐵絲網就出來了 那就是軍事政府 對付 當地 人民 是敵對狀態 還在處於戰爭狀態 拿出來會用的 兩項的 一個防禦武器 所以 內行看 門道 外行 看熱鬧 所以 奇怪 怎麼會這樣 都要衝龍 其實那是不對 這是軍事 怎麼有什麼民主 好 來我們繼續看 我們回溯到 義工工業年四月切齊 美國高丁歡迎來打拓 本土壇人沒有國際 本土壇人沒有國際 成員的政府 本土壇人 至今的生活在 政治上 但是 美國行政黨要主動來 協助我們國 國上 台灣民政府 第五 台灣目前 還在美國的軍事 在北斗 在每一個軍 辦公室 酒辦公室 都看得到 所以說我們在 為什麼說我們酒 跟軍 辦公室 可以再去看看 我們譬如說 我們跟我們的親朋好友說 我們台灣人的 聲勢 為什麼 每一個酒 跟軍辦公室 每個禮拜 辦這個說明會 因為美國 當時就說 你愛 這個台灣人 本土壇人的 身世 跟所有 台灣人說 在哪個套櫃 志願意願 合法的程序之下 讓他們來申請 台灣民進府的台灣政府 晶片身份證 因為當時 1946年的 1月12號 中國的 簽名軍 透過 傑昌制 012 97號 訓令 新政命令 把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 規劃成 中華民國 這是違反 國際戰爭法 來 我們看 今天的重點 就說 第三點 政策聯絡 你覺得 生活環境 改成有一個 不可抗拒的 規劇 控制住 說不正義 沒辦法 伸展 你沒辦法蓋水 透過一對來 這就是 政策聯絡 裡面 本土壇人 因為 你又參加 感到的選舉 你參加監獄的選舉 在監獄裡面 選舉 管理員 你高興選哪一個 他就當選 然後繼續管著你 結果呢 還在監獄裡面 有沒有出獄 沒有 沒有出獄 定義上的 美國 受刑人的大日本國 我們本土壇人的國籍 本來就是大日本國 不是現在的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國 為什麼跟大日本帝國的 不一樣 最主要原因就是 現在日本國的使用的憲法 叫做和平憲法 是由麥克拉社將軍 他 這個主導 把原來的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改條第四條 跟第九條 變成 改條了 變成一個 全面煥然一新的一個國家 一定要搬出去了 原來的 大日本帝國的 留在裡面的人 就是 剩下的人 這個琉球 琉球的東西 是 大日本帝國裡面的 他新日本國出去 那琉球留在裡面 就是在 1972年的5月15號 透過這個聯合國 聯合國就是 托管之後 美國的總統叫 尼克森 尼克森跟 日本的首相佐藤農作 在1969年 講到這個 沖繩返還的一個協定 所以在1972年5月15號 就琉球返還 交給日本國 為什麼不交給台灣 因為台灣的 台灣 總統府 在中國 占領軍 來台灣的時候 1945年 10月25號 去 陳怡 陳怡 把它解散了 陳怡解散了 大日本帝國 不就 滅亡了嗎 不是 因為行限的單位 行限的機關 不見了 不代表 國家滅亡 是 他被 占領國 壓制住 那壓制住不代表 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台日本帝國 最主要的 主帝人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就代表 大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大家要有一個清楚的觀念 大日本帝國 並沒有亡國 是被壓制住 入監浮行期間 要探錢 行這個 戰場 大兄 四季 變一個 兄弟 叫做 新日本國 對現在 日本 要去那 去外國 兄弟 沃克娜 他說 家裡存在 存在 台灣人 來 我們為 所有台灣人 鼓勵一下 大家辛苦了 69年來 我們排的戰政座 很頂張 終勝 出頭天的一天 關於人的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有什麼意思 健康 台灣自己當局 但是 他不是 台灣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為什麼叫台北 為什麼不叫台灣 因為戰政座的規定 流亡政府 可以在 都市 不可以在 所有的地方都 像這個土埔 土埔 我們知道是 中國的境內 西藏 從那 流亡出來 他 剛才有一個 叫做土埔印度 不可以 他現在 裡面的地方叫 土埔 達蘭沙拉 一個 星期 像 東世界第一次 世界大戰 法國流亡政府 在倫敦 French London 比利時的 比利軍 London 亞洲有 韓國 他流亡在哪裡 中國的上海 Korea 上海 這幾天都有上海 大學 大家複習一下 他現在該名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經濟什麼 台灣關係法 他名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 他現在正在 政治台灣的人 說台灣台灣 這世紀 我們要 有義務 有權利 提醒他 請你報全名 不要報 簡稱 台灣治理當局 局勒 局勢政府嗎 他只是個管理公司 你願意中華民國萬萬歲嗎 當然 因為我們 參加 選舉 今天有什麼去自拍過 有什麼 抱怨 沒聽你 鄉手就是自己 因為你自圓 把中國的難民 反流下來 他就要走啊 你把順勢 走就好 你又在後面 給他握手 我沒有握了 你去參加選舉 就是給他握了 你不要走 不要走 繼續統治我們 無理我們的死 這樣害了 你摸住 你就知道 已經忘記了 1949年 十一號 已經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 變成一個 新的國家 中華民國 別忘了 他還有墓碑喔 在南京 我相信大家 網路上都看得中 他有墓碑啊 所以正是 他競使 他沒有墓碑也是一樣 法理上 中華民國 就是王國的 無藏跟墓 陳歸陳 全土歸土 讓他回家了 他祖國在那裡 就讓他回家了 不用去投票 你投票就繼續 他握 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 有呢 還關在那裡 我相信大家 不願意說 電域長 我沒有 我看他 可以去關那 那裡 我相信 沒有人 太傻了 來 我們看看 全台委 可以破蓋 医療團隊 台灣民政 用法例 來破蓋 就是台灣劫碼 這個 大家 還沒進來之前 農養植物晶片 甚至現在 這個晶片還存在 很多疑問 因為這個晶片 還不會 解開來 這所有的工廠 包括秘書長 大家 頭過的發力 把這個晶片 慢慢把它解碼 解碼是吧 像我們電腦程式 中毒 有一個 解讀程式 解碼 定義說 他這個失效 失效就不會 繼續輸養 他輸養 靠在裡面 沒辦法給他烏通 但是他沒有辦法發揮錯用 他就用破 破解 破解碼出來 這個就沒有用了 你看 在這個晶片裡面 台獨國 政治思想 台獨國的文化思想 大家大家心肯定 都是英文 國際的地位 政策法 最大的一個 絆腳石 為了這樣 植物晶片 給法例台灣 帶領 進入 不替世界 讓你看到真實 解讀開始 台獨國 台獨國人的國籍 我剛好代表 大家說 Formotion Imperors of Japan 大日本 帝國 台灣 是怎樣 我們的國籍 非常改變 我們把它看 當時 蘇聯 他在美國的分配 在那裡 他把 1萬7千名的 日本人 透過 要尊嚴 把他帶去日本 視同無人島 蘇聯 他在 升國際法 無人島 所以他就 占領殖民 這個新台灣論 有說 大家再去 分享 很介紹 他也說 蘇聯 可以玩 美國 允許 OK 委託 占領 依法 分配占領 都可以 這樣 我也要求 聯軍 把600萬名的 日本台獨 再去 四同無人島 聯軍 沒那麼多 尊嚴 於是 蔣介石使用行政命令 一夜 所有的台獨國籍 改變 違反國際 建政法 交戰國 占領期間 是不能 改變 所有 美國跟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美國人有改伊拉克的國籍嗎 比較說 可以改變所有 簽領地人民的 國籍的時候 這樣很差勁 所有跟美國 打過戰爭的歷史以來 他的國家的名字應該 要改做美國的 所有跟美國 戰爭過的 國家的 那個簽領地人民 國籍應該都美國人 沒有 為什麼 因為 國籍建政法的制約 來我們看這個 日落真相的影片 到這個 有什麼改變 完成在這個 影片裡面 大家要看 PTT網站 大家快點來看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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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一些老闆 的 美國人 威脅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me all of 10 day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mperor's role of the war 10 days? That's right It's not feasible, sir I'm making this your job You know this country I have confidence in you If I put him on trial I could be setting a spark to a powder keg at precisely the wrong moment, sir If I arrest the emperor I'll face mass suicides Possibly open the road I want all suspects arrested in a one hour window How long since you were here? Five years ago, sir My uncle is a general He would be able to help you This country is starving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otal collapse It wouldn't take much for their resentment to ignite into revolving Americans want to see the emperor's head on a stake If you want to save the emperor I need proof Did the emperor ord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t's not black and white Your skies were filled with kamikazes Millions died in his name You incinerated two ogora cities Justice should be served Reveng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justice I am about to make the biggest decision of the occupation Which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Japan And all I have is conjecture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I don't care what you have to do Perform a miracle if you must Bring me the emperor I've never met an emperor before Much less a god But the hell do you say to the god? Goodn adult Your saying We are calling youriking Ampers But it's called天皇 What I am saying What do I say I don't What the hell It's called Techn � Do you So It's called I Crucifix 民國這個體系 很怕大家知道 大家 原來的國籍 大家原來的一個興奮 因為老一輩子 我自己的阿公阿嬤那一代 外公阿嬤那一代 都很清楚 我是日本人 為什麼奇怪呢 阿公阿嬤他本人 阿爸阿母他本人 為什麼 我 包括在座各位 怎麼變中華民國的人 原因在這裡 因為我們叫軍事占而已 委託這個占領 委託占領國這個人 他藉著 這個占領的優勢 擅自來改所有的人 當然美國有 當時有把它糾正 結果蔣介石就是說去美國 去跟麥克拉社說 他是為了方便管理 方便管理 所以把所有人的興奮 用這個行政命令來改 這次呢 像說 我們進入一個社區 換一個識別證 像我去美國的今天是226 226是我本來的名字嗎 不是喔 我的名字叫溫辰智 一開始有看到 這個是識別證 像這個管理公司那像 社區的管理員 你真的證件 你真的證件在哪裡 在管理員哪裡 他很清楚你是誰 但是我們在這個 政治電疫這個 迷魂症裡面 不知道 從小人家的教育 套貴教科書 教育的錢 大家怎麼像每天吃公圓湯 吃得很習慣 我再一次公圓湯一碗 配飯 配菜就好了 吃六十九年 頭部都不會清洗 因為公圓湯裡面就跟你說 那個 加那個湯頭 給你吃 欸 台灣是殖民地啊 要民族自決啊 台灣應該要 要獨立啊 想說 怎麼會 怎麼會都沒辦法獨立 花多年了 不能獨立 為什麼 殖民地的 軍事殖民地的 而且這個土地有主人耶 不是你的耶 想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 台灣 那對 不對耶 那像我們去外面 去空的地方要做事 我們是不是附近去做一間房子 大一個方便 做事嘛 上下班 不用走長度的嘛 那房子是不是有主人 房子啊 怎麼可以說 我懶惊於是生在那裡 世世代代的 住了六十九年那間房子 住了一間房子 住了一間房子 那不可以嗎 不可以的 那是雙頭雞的耶 做地 起工場 那也有地主的 地主啊 但是這裡的處處 跟地主要有一個 基本觀念 你雖然擁有 地氣 跟房屋所有權 但是你也得到的是 使用權而已 你真正 土地 的所有權人是誰 日本天皇 你得到的只是一個權利 使用權 權利而已 你並沒有所有權 二十四大戰 太平洋戰爭 是全大東亞的戰爭 是亞洲黃種人抵抗白種人侵略的盛戰 因為那時候 這個 美國包括白種人 他們就是 他就看到 奇怪 亞洲黃種人怎麼會 鄉鄉出現一個 世界強國 大日本帝國 我當時的軍力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美國的第三等 他只是第三等的國家 這白種人 就是說 因為他們流傳一個傳說的黃禍 黃皮膚的鄰駕他們 是個忌諱 所以說 會透過這種方向 來做 concred的動作 想辦法制服 透過經濟的 方略 結果 就是這樣 造成說 兩國的戰爭 這大家約束就好 天皇 天皇的陛下 說 我願意個人承擔一切責任 但是麥克拉斯來講 這跟處法無關 這是按照這個 實際 可以做拍攝的一個歷史片 所以等於說 美國一頭過很多 電影包括 現在最近 所發表的 都在有五五片的台灣真相 youtube面上 大家這裡去點 找不到 看官網 官網就有了 重點就是說 你是不是生人戰敗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的國家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是誰 你是不是知道 你是不是知道 向美國選前的名 你是不是跟家裡 阿公阿祖同一國 有生人 萬多的身份嗎 大家要記得 我們要怎麼走出政治連角 最主要就是要有一個 觀念 我們是戰敗國 台本帝國的怕孫 我們不要再賣死說 中國是我的祖國 我是中國人 我不是台灣人 你永遠就是在米粉針裡面 怕不怕出來 米粉針在哪裡 港也在裡面 我們看這個 去年 三月十三日台精英會議 裡面有一個 大串康夫 他是 日本國主委隊中長提侯 他參加這個日台精英會議 他裡面有說 他很嚴重的跟秘書長問 我今年28年 日本國主委隊來過台灣10次 發言日本人跟台灣人都很準 尊敬理政會選擇 而且現在台灣人要求 遺棄現狀 想說因為台灣民政府 要跟中國民國整個官司 我相信大家 在座的 都會聽到這樣的問題 當你跟鄉 他們說的時候 他會這樣問 譬如說 他說 他說 去年是第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來 本土台人跟要求兩件事 第一是公平 第二是正義 中華民國的占領 我們永遠做不到這兩件事 而且上禮拜 就是三月十三號 上個禮拜 美國跟我們說一個記憶 本土台人的心情 都去給中華民國做記憶 在做雜的 不容 請先 現在 再來看看 是不是有這次的所謂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背面右上角 有刻印號碼 有刻印號碼 要稍微翻一下 手忙粗粗 這個時候 在座 日本國人都很驚訝 惶恐 你絕對 不知道在大臂面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背後右上角 這樣做記憶 就是媽媽 那個男位 這個地方 撞刻文字 你看 前三馬 000到180 他就是跟他分作文 所以 每一個 這個中華民國 所謂流亡體制裡面 你申請自己的福利 他就叫你拿信證出來 看你的信證 就像識別證 他裡面做記憶 跟他摸 看那個何馬 前三馬 就知道你的信證 你是台灣人呢 還是中國人 是台灣的奴隸 還是中國的VIP 看 他就知道了 你就等著 等一下 看看自己人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主管 再自己做 申請的手術 都有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我們就是這樣被蓋住 美國說的機率 是很重要的 一個小信 那是為什麼 要申請 台灣民進府的台灣 晶片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因為這個身份證 可以完全 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跟外國人 不要再叫外省 跟中國人 就是外國人 跟台灣人 完全拆開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裡面 大家 我相信大家看清楚了 你就知道了 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 晶片身份證 是唯一可以證明 你是在佔領地的人民 而且可以分開 台灣現在目前有兩種人 所以不可以公道 很簡單的 外國人 跟本土台灣人 沒有什麼外省外省 你如果說外省的 說大陸 你就是改進一國 在裡面 內地 內地 你就是中國人 你承認你是中國人 所以你才會講內地 講大陸 講外省 這個名詞 我們頭部裡面 不妨穿在街頭 因為那個晶片 自小型 這樣 住在裡面 植物晶片 你就改不過了 我看那個國家 就要叫大陸 不對 他的名字 不是叫大陸 他叫做中國 中國 哪像有一個名字 我本人叫溫辰智 我有一個本名 馬英九 有名字叫做馬英九 人講話要正常 人說話要正常 你的身份 你的法律 才會正常 最重要 我們不要叫人外號 阿九 阿九 他就叫馬英九 先生你為什麼叫阿九 人家看到你 就直接叫外號就好了 為什麼要叫全民 要取一個正常的名字 我們就是彼此尊重 雖然他對我們不好 沒關係 有法論 法理至上 台灣至於大政局 他對我們不好 沒有關係 但是兩條平行線 台灣民政府 是向誰接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向他接政權 我們不是向中華民國 接政權 他走他的 我們走我們法理的路 法理至上 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同心 同心同心 同心 大家要簽罵 法理至上 我們不必要 向台灣第一黨 直接對抗 不要贏贏 我們有法理 法理是最大的一個抗線 因為全世界社會秩序 國際社會秩序的維持 就是抗國際法 國際的健全法 你不能說 那個黑白來 南沾做 不行 比如你們就說 你們日本人也不用開心 剛剛說 我又沒什麼關係 因為你們香港人說一樣 日本國加入聯合國 經濟環境很好 當然不可以接受 彼此中有的東西 這個 現場的氣氛 彼此中有這麼說 日本天空到行的東西 民軍驚嚇的東西 台日本國再度崛起 所以就 將日本 台日本國四分五裂 包吼速度 交由蘇聯占領 沖繩交由聯合國託館 左方的獨島 由韓國佔領 南部的副母殺台灣 交由政界就占領 日本本土由民軍來親自占領 我們的目的就是 以往台本帝國再度崛起 關鍵在這個地方 當時開始占領的時候 美國在現在的日本國 安排100萬的韓國人 就是左派 在台灣安地200萬的中國人 這些兩個地方 100萬跟200萬 各自掌握各自區域的經濟 跟政治的核心 所以你有辦法兵拔嗎 都跟他們積極積好 那都是政治戀獄 你沒辦法走出來 因為典獄長就是美國 整個港和全部他控制 你沒辦法逃獄嗎 層層管轄 層層管制 你逃不出來的 而且他監獄裡面 還跟你玩監獄的遊戲 把你無選機 讓你裡面內鬥 沒辦法團結 拖延你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就沒辦法再度決決 還要拔起來 困難了 因為積極在那裡 讓你內好 讓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發理新聞 這個新聞前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政府 金邊政治政治界 台灣政府要記得 他是在台灣民政府的架構下 事情運作 不是台灣政府就是獨立 上面就是台灣民政府的架構下 才有一個台灣政府事情運作 台灣民政府上面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不要說我站在那裡很高興 台灣政府 這樣後來就台灣獨立 這樣 撤毫 撤毫 來我們解釋一下 他剛才說這段 日本天華領土 大日本帝國 北方四島由蘇聯佔領 主島的韓國 就是日本沒有登島的那個 台灣交由金蓋舊 完水 不是總統 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是米國 自己站而已 六級的聯合國 由新日本託館是 1972年的5月15號 有託館 日本國界的地方 有 裡面放100萬的韓國人做派 第一天就亂了 亂來亂去就對了 台灣的200萬的中國人 現在成長了 變400多萬 人因素非常多 現在台面上 收看的 他說台語 並且表現出來 跟很像台灣人 那都叫做 假的台灣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他不是of Taiwan 他說他是台灣人很簡單 可以破解 台灣密碼的破解 請你拿出日治時期的戶籍成本 證明你的法理身份 你沒有白紙黑衣 證明你是台灣人 公主母子 英武 如果是那個 可以說的九官鳥 他也會說台語啊 但是他是台灣人嗎 不是啊 大洩八塊的目的就是在預防大日本帝國快速崛起 大川港府又問秘書長 用流球到美軍的求婚後一階段 日本要向聯合國抗議可以嗎 跟台灣問題一樣 流球的問題是聯合國生理資金就發生了 所以向聯合國抗議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究竟和平條約 23條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這裡面都有什麼 究竟和平條約 包括比如7月25號 有發表一個文中 美國國務院的這個觀點 這個 究竟和平條約第四條A款 其實是日本保留所有 在大日本帝國領土上面 所產生的財產糾紛 包括去用掠奪 像蔣介石這個 都保留什麼追溯權 這上次的文中 像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上次的閱讀 大川寬府他聽了後 很高興 他說要回去幫我們做選團 確實已經發酵了 來我們看政筆 那一句話真的是經典 就是被告沒有判亂 不應該被亂判 台灣人民會用選票 另做審判 後來你看到被告的家屬 一一都抄高票當選 就知道民主還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進 台灣人民真的用選票還他們公道 隔年1981年 巨型縣市長與省市議員選舉 這回有更多美麗島辯護律師團上陣 包括陳水扁 謝長廷競選台北市議員 蘇貞昌回屏東參選審議員 結果全部高票當選 當美麗島受難家屬與律師團 光站上政治舞台 監獄裡的說行人也不沉默 1982年美國和北京簽署817上海公報 減少對台軍售 國際局勢的變動 讓正在景美看守所內的黃信介 張俊鴻 姚家文 林洪軒四個人 決定發表一篇獄中聲明 表明在台灣完成民主 遠比為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重要 同時要求將主權歸屬 政治領袖的產生 大公無私的付諸全民公爵 我們台中民主比統一重要 這幾個當然王生很不爽快 不過覺得正的王生是失敗 是我們的主權政策 因為這樣我們台中有很多的寒解 根本我們就很絕心來抗議 外面也很強硬 那時候外面 你知道他們的政策 也在支持我們 再度從美麗島的精神 再度呈現出來 美麗島這三個字 曾經是反共勢力的代名詞 卻是台灣民主運動 最具影響力的一頁 過去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 和他們的辯護律師 紛紛成為政壇明星 也組成民主進步黨 獲得社會龐大力量的支持 終於2000年時 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 執政8年 雖然2008年重回再也 多位當事人也因為路線的差異 在政治路上分道揚鑣 但美麗島事件 作為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 關鍵性歷史事件 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 無可磨滅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這短片看完大家有一個關聯 假的民主 讓我們關於政治聯合裡面 這個要比之前我補充一下 在1940年以外出國全台灣已經有240萬的人 有公民證喔 那為什麼可以發明公民證 因為當時中國民國 又是國家 還沒流亡 所以有公民證 而且有240萬的人 有公民證 他們自來台灣後就一直辦選機 一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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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贏成 大家可以效忠中華民國 以前不知道說 1949年12月後就沒有發明公民卡 因為當時已經流亡了 你看那個蔣中正 他名字叫蔣中正 名字叫蔣中正 那個是他的字 所以叫蔣介石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只能拿國民身份證 非公民不能參加投票 1979年1月1號 之後沒有擴大選舉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將何去何從 美麗的倒數怕是 給劉王政府就地合法 一九四九年之後就不能發明公民證 因為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國民身份證可以參選嗎 這個政策聯絡用選票 還不可以參謀 首先是比較拜託的 比較有追蹤一下 假民主啦 他要來上課 因為他對法例 包括政策聯絡 跟我來的事情一樣 不瞭解 所以是傻傻的 對他去投票 那時間到了 神聖的一票 我也要去投 說說禁止 結果是害自己了 回去 因為你拿他們的新聞證 還帶他們的 定義是志願意願合法 去參加他的遊戲規則 所以不管對一黨 參選營動算 就是效忠中華民國那個體制 就是承認那個遊戲規則 所以選贏選輸 你跟兵打怎麼可以 不可以 有些想說 現在馬英九下台 那個就好啦 不是 馬英九下台 送去 吳敦義去去 還比較害 想說 馬英九下台就好啦 還有吳敦義 而且這是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 迷魂陣 政治戀岳的迷魂陣 就讓你玩那個遊戲 願賭服輸 要玩的 自己比較一樣 要怎麼既轉 不要去參加就好啦 不要去兵打 他 他讓他投票率低於50% 美國就來處理了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假的民主 台灣是美國軍事占領地對來的民主 想看 伊拉克 是美軍的佔領地 他有 在佔領地 佔領地 佔領的時候 他有舉行 選舉 想看 非公民如何參選 非公民如何參選 一九七九年伊維伊核 為什麼不擴大選舉 因為1979年 美中建交 停辦選舉 那年的選舉 是停辦的 中國人徹底失望 再也回不了中國 中國 給中國人變成大人人開始 嫁的民主 就是自那些人開始 中華民國民進黨 為什麼叫中華民國民進黨 一邊都是說民進黨 為什麼 他為了得他的選票 給大家 有一個卸壓法 我對國民黨不滿 哪有去找民進黨 沒有找其他台派的 好 去投 結果投了之後 為什麼不知道說 你所投的這些黨派 都定義在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裡面 因為你去投對 都一樣 你是在支持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繼續奴役你 繼續 控制你 讓你的公平跟正義 永遠沒有得到聲張 要玩什麼 自己玩意 自願議員合法 那些程序 你去參加 就中央了 這間建國式的 嫁的民主 讓流氓的中國人 集體合法 美麗的政策 他說這個 就是開始要嫁民主 政府建國當時是 向美国支持 拆除這個模糊政策 設置中國黨和台灣黨 在台灣國際地位的樓上 製造一個陳鳥軍 來嚴重拖延正常化的進度 我們第一機會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政策 政策 政策 才有辦法 跟我們的本土黨人 說明跟正義 透過轉型正義 回合政策 什麼叫轉型正義 台灣來的 這種改變的 回合政策 恢復當時原來的一個狀況 他跟我們說沒關係 但是有法例 他就要必須照 美國他就要照這個辦公 要協助 主動要協助 本土黨人的 所造成的台灣民政府 來 他要求 能夠恢復 台灣人的公平跟正義 照這個辦公 他就必須要遵守 所以今年 美國的司法部九月分 他的北中南 來舉辦五場的演說 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姚家文 他說他的主張政策 王生 大家有聽說 王生你的名字嗎 他是 警備總部的人 對啊 這先拜他就知道了 美麗島的精神就是 讓世紀的中華民國 延續生命 跟道上層 繼續換來 不要世紀 變植物人狀態 陳曉津 美國的 美麗島的精神 家民主的選舉 和政治連絡 都化上等 你看到 投票率 都超過50% 市民政策 比較多看 有 76% 到這裡 同樣都遇期 50%以上 到譬如都比較高 台灣人都運動 運動中華民國這個順利 是台灣人 讓中華民國劉王政府流下來 流下來你就痛苦了 要翻翻什麼 他就是 他就贏了 贏了 軍事政府的 勝出 只是改說 他叫做台灣自己當局 簡稱台灣 大家聽到高興 你去投 就希望他繼續自己孤獨 人不太傻了 拿手頭 說自己的腳 公民啊 國民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全幾天的港口 公民叫 參政權 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領票 像是要拿 國民身份的領票 不是公民 已經違法了 一百九五年 英九 掛牛給天空 一九一年 中華民國 建國的首都在南京 一九四五年 台本前排 就這個 麥克阿瑟的命令 來帶台灣的 這個流氓 憲法的主權 領土跟人民 當時包括台灣 他憲法裡面 有187條憲法本文 到十二變的這個受憲 完全都沒有包括台灣 和平洋的 領土主權 為他不用選舉 這個政權 台灣民政府 不用選了 他要停止 甚至 民政權 本土丹人 就出頭天 所以選舉 政政法 包括美國的 簽名 全國 因為這個 美國司法部的 辦公 他必須要乖乖來 遵守 美國遵守 遵守 法律的國家 中華民國的駐台北總理事館 這個 維基白科大家去看 很趣 很趣 這個 1931年的四月初六 開館 1938年的二月初一 降旗壁館 為什麼 他第一本帝國當時進去 盧溝橋事變 之後他就關館了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理事館 總理事館 我們就是人家說的大使館 設置在國內 還是國外 稍微想一想 台灣對中華民國來說 是本國的領土 還是外國的領土 腦力激盪 稍微想一想 支那 支那 支那怎麼會說支那 他在中國人會說支那 他本名叫支那 就是 你看 這個地方嘛 但是不能不加這兩塊 媽祖跟金門 他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支那 這是一個話題 先開始說的 這個人知道嗎 你看喔 白紙黑衣黑衣的是什麼 不夠嘛 來 繼續一百 伯爵首相閣下 在笑日本國的 你看 支那 支那 孫文協的 我們就沿用 這個人的 他有 過去不為人知的秘密 你看看他 拿這塊牌 把牌抓去 他救空數年 他在美國 偽造出生地證明 被捕入獄 這個檔案照在哪裡呢 美國國家檔案局 有這筆 照片 以過國際政法的規定 簽名不宜專注款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 還要呼吸一下 介紹 白人 出示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說我中國籍 政客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同一國的嘛 全世界的人 不會去跟他分說 他是共產中國 他是自由中國 他有拿產權 圍一個 一個夢 營造一個夢 他是共產的夢 他是自由的夢 我們不要去做共產的夢 去做自由的夢 全世界沒有人說 因為熟悉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唯一代表中國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我們支持 一個中國政策 跟美中三個建交公報 所以裡面 台灣民政府 那個晶片成分證 後面翻過來 那個上面 法理都很清楚 什麼法條 很清楚 你如果拿到那裡 有新聞前的人 翻過來看 他習慣慣慣的台語 說一下 這個護照 觸味 綠色 國際難民護照的辨識色 很清楚 全世界 護照很多色 綠色 剛剛說 完全符合流亡難民的身分 突破流亡政府使用護照的顏色 也是使用綠色 Green Book 同樣 為什麼要進行全行政議呢 了解 本土人為好駕 變散色的原因 你要說 東西喔 一九四五年八月 白米一代金多少 兩角 到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金 一代金譬如說 像這樣 兩角 鄉鄉鄉變四千 吃得下去嗎 吞得下去嗎 所以 寒雞 那麼多人在吃 婉姻在這裡 最主要的婉姻 會 會 酒街酒當時 就著到獎領的優勢 由台灣島 跟外南 台中運出 白米跟民生的物資 支持 中國國民黨 軍隊地 國共內戰物資來吸引 白天白天 給這個 台日本地國 台灣島的民党物資 物價的膨脹 也造成外南 因為紀錄四季的外南人多少 120萬人這麼多 所以外南人對中華民國 感覺是什麼 恨之入骨 他萬分中國 是因為長期兩個國家之間的糾葛 但是更加怨恨中華民國 所以青天白日滿地 如果生去越南 去跟他生起來 會發生什麼狀況 人就不去 他去年越南的河進省 就有一個台商 他叫台商 拿到中華民國的護照 去那裡跟越南的人 發生衝突 結果發生什麼事 台商當中叫外人人 打死 就是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他就跟他講 我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敢對我怎麼 就跟他打死了 大家都幫忙去找這個新聞 很醜味 澳幣有說新的澳幣嗎 有什麼叫做新台幣 有什麼叫做新台幣 因為減領地的這個金融是 克難的 所以叫新台幣 不正常 4萬塊或1塊 違反國際戰爭法戰爭犯的行為 轉型正義就是還給本土台人公平跟正義 法官已經出來 台灣關係法的聽證會 他有說的台灣關係法 這要給他做率面 這有一個見證人叫做王仁祥 有下一本組叫做前進DC 他這裡面很小 我打得很大 為了台灣關係法 我當時接觸很多國會議員 其中幫助最大的首推培爾參議員 說實在當時不滿 美中建交的國會議員很多 在那大聲嚷嚷有什麼用 參議員有100人 眾議員有435人 你幾十人在那一分田野有什麼用 重點是要提出法案讓國會通過 我和培爾聯手後 唯恐自己分量不足 於是拱出 接上 貴烏心 歸郭雨昕 培爾也清楚郭先生英文不行 但郭先生只要那邊點頭微笑 其他交給我翻譯就可以了 培爾也清楚 國會現場作證要我去才行 將培爾的話轉告郭先生 郭先生很有聲勢分度 即使內心不願也不會反對 美國作證文通常是寫好 當場用念的 這樣牌子不會失去原意 後來得知我非 美國公民不能作證國內法 於是乾脆將自己寫好作證文 改用郭先生的名譽送進去 其實培爾當時有意將台灣 置為美國的領土 我心事忐忑不安 果真如此 我是如何向人解釋 我一貫堅持追求台灣獨立的理想 三的人就決定台灣的未來 台灣關係法 這就是海蘇吾丹人 關於政治聯絡的惡法 將來要suspend 掉下來 不要處理 不要認為台灣關係法是保護 本土丹人 那就是錯誤了 他保護誰 the people on 台灣 不是the people of 台灣 在座的都是the people of 台灣 本土丹人 我們無故為什麼要去用孤獨 公平和正義在哪裡 台灣關係法 這樣有公平嗎 他是要保護他的抹字的 台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在台協會 一起非正式的外交關係法 是美國當局為迴避依戰爭法 因在日本台灣設立 台灣美國軍政府的責任 而令在台的中國人 將本土台灣人納入體系 以代美托管 美國費金考量占領方 流亡中國人的人權 制定台灣關係法 卻全然無視 被占領方本土台灣人的人權 所以叫我 叫我誰叫 美俗長 美俗 抗留人員十個義士 就是因為這樣 加上 我們看過15條 我剛才說 本文在這裡 1979年一月一合之前 美國生人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 地理統局 所以一月一合 1979年1月1號之前 是中華民國之後 台灣自已當局 這是一個腦力激盪 這是一個腦力激盪 為什麽本土台灣人想想 用這個選舉 搭造的政治 割到現在 誰造成的 說一說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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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當然 美國人沒有跟真相同說 他一直說 因為 大部分都因為 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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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1975年 因為 四月施域激盪 台灣 確實是殖民地 就是 因為 1975年的四月施域 日本天空 透過 行線造書 中 台日本地 憲法 實施在 台灣 跟現在的 條線 兩個地方 等於說 哪些像小孩 出事後 去保證所授 把頂起去 人家人家 破去 唸用 無法改變你的身份嗎 法例身份 是無法改變的 因為 這不是 監護人 這些監護人 來監護者 可是他的法理生們 永遠是屬於 日本天皇 法例身份 一定要得到 這些人 我待會介紹這些人 都是走錯路 因為他們不知道 情有可原 錯誤的法理 認知七點 而為何開始 這是什麼 書名 錯誤 錯誤台 民地 他說 唯有台灣獨立 在1952年 舊金山和平條 在生效 那裡 台北郊外組織 要做先烈 革命武裝隊 準備刺殺蔣介石 東年 偷渡到日本 這說完 殖民地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還沒行 二二八 都抬掉了 百分之一的 就是在座各位 包括我們 革命先行座 我們幾個記下來 只有百分之一 以上的人 都知道了 我們等到這個 1971年 十六十五號 叫做中華民國 退出聯合國的時間點 其實 那個地方 那個位置 是 China 聯合國的旗次 它是說英文 China 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坐在民眾 我剛才說 中華民國的 應該該合 叫做什麼 金馬民國 因為金門跟馬祖 是中華民國現在 唯一兩塊 合法的土地 它可以去那裡 旅門去台灣 擁有金門和馬祖的主權 有自己的領土 人民主權 國旗 國歌也可以立憲 像說我在台灣台北 管理公司嘛 收管理費 所以 要六稅金 他人的物業管理久了 就成為他的 有道理嗎 那間公司 搞的這個管理公司 關鍵說 這間公司 他的 當事長老闆在哪裡 客人變豬人 這就是吃公圓湯 久等了 怕不到 我們都老的台灣人 這幾個 台灣人可以公道嗎 兩種人 台灣人到外國人 兩種國家的人 藍藍在這個地方 就不能來公道 當國民主政務宗教 這就是獨立 台灣獨立 求空白 要去總統府 去升級 10年 中國獨立 政府不得住 看清楚 想不清 對誰說 向獨立 對誰前 中華民國想獨立 並不等於 台灣要獨立 2006年5月10號 這時間也有 華盛頓特派員 他有說 美國國務院 副國務卿佐利克 時日在國會作證時 明確表示 獨立一位戰爭 你看看 看清楚 獨立代表戰爭 我叫台灣不要再主張叫我獨立 行行好 你們要的是中華民國的獨立 我跟中國沒有關係 台灣並不需要獨立 你的觀點決定你的選擇 紅色的藥丸 跟藍色的藥丸 想清楚 你要團隊一顆 是非呢 還是立場 政治台灣跟法理台灣 政治台灣只有立場 沒有是非 核能發電廠 應該存在嗎 要為什麼要投票 要公道 不對的事情就不可以做 不需要去投票 決定 他的存留 告訴公路收費站 收費站 他為什麼要收費 現在還要做e-tech 他就跟我們說了 高速公路是納稅人的錢 來建造的高速公路 你就錢收起來 你還要收費站 要做什麼 不應該 這個獎金國市的假民主 企圖來製造陷阱 讓大家 傻傻去支持 繼續留下來 手要扭 我還要走 我還要走 你還要扭 傻了 政治能夠積極的一個背景在這裡 改讀 改讀 政治以後 每天來插座 抗議遊行 不開心嘛 抗議遊行 改讀後 選議員 政治收割 還要順便 這叫什麼 政治戀獄 這就是 迷魂症 迷魂症 沒魂症 政政法的正常是這樣 國際政政法就說 占領的環節 比占領區 經過一段時間 醫師兵後 就必須要撤軍 選選 就是 總統羅斯福 在1941年 12月7號 12月8號 他在美國的國會演說 這是一天 令人感到邪惡的一天 大日本帝國透過海空的一個勢力 齊襲 他的國家 所以 當時 12月8號一天 美國的國會 就向大日本帝國宣戰 不是美國總統宣戰 美國是國會有宣戰權 選前後 軍事政府的成立 軍事政府成立後 軍事政府有戰爭的機関 天前要實施軍事 這大機関 他所謂 自己的美軍來來來來來 因為當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的軍力有限 所以透過盟軍 他授權蔣介石幫他代理佔領 因為說這個地方給你占領 他給你占領 占領 連後分配佔領 先給他分配的地方給他 給他占領 占領 占領後他沒有親自佔領 他就把這段期間 算過 69年了 這段期還沒跳過 他今年 今年六月份 才開始進入這個階段 保護當地平民生活 軍政府進駐之後 成立人民政府就是 當地佔領地的人民 然後正式的政府 結束軍事佔領 簽署條約 完成協議 撤軍完成 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正常的這條路 但是這個 為何要拖得那麼久呢 就是政治的拖條 我們大家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熱情 想說 希望他可以 因為我好康 我自己脫離 我沒有可能說 旁邊的人怎麼放的 想要說 但是千萬千萬 要記得 心臺 都已經要討論 討論了 你自己有一個牽討的影子 自己脫掉了 了解 而且他的人 在旁邊食材的人 也可以當時 就會走出來 因為那個抗抗 沒有人想要出獄嗎 大家都希望 關在裡面 要出獄出獄 都關在裡面 走出來不很好 你可以擁有 只是說 出獄之後 你還有一個監護人 美國軍事政府 來監督你 然後透過 維持一段平和時間 人民守法 他的主言就是走 你監護人就說 政上了 你開 他每天 製作那麼多新聞 營造這個氣氛 製造不和平 永久佔領 每天新聞 有一個報告 沒什麼事 今天 台灣很好 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沒有啦 每天都亂 你 東西吃東西有毒 沒有來到 什麼事 什麼事 那些地方不開心 又怎麼樣 那些燒台 坐一個捷運 又會出事 每天都來報告 讓你驚訝 世界因為說 台灣軍事 折衷地沒有兵 這樣折衷軍 又繼續在那裡好了 從見台灣的國家觀念 中華民國及中國 Republic of China is China 天皇主權下的統一 叫做大日本帝國 天皇主權下的自治 叫做大日本邦聯 Common Worlds 1895年到1945年 大日本帝國殖民到天皇主權的建構 1945年到現在 蔣軍團代理佔領 就是當合約或台北合約 皆無提及主權轉移 台灣的主權 仍在民治憲法的架構下 這個河要記得 為什麼要寫這個河 和平 peace 不是corporation 如果大家都寫那個河 那是不對 是和平的河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中華民國 由袁世凱承接清地權 1912年的中華民國 所以他的不平等條約有廢除嗎 沒有 他這個整個沿接下來 就覺得說這個不平等條約 沒有所謂不平等條約 可以廢除的 那很好笑的一個說法 中華民國下的共產黨 叫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下的國民黨 叫中華台北 流亡 中華民國下的民進黨 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假的 因為他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 他就說 台灣是主權導致的國家 名叫什麼 中華民國 喝流水下來 所以 主廚一號 把民進黨 關在中華民國裡面 就是這樣 全民叫做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下的統一 將引發 中國併吞台灣 中華民國下的台獨 將引發 美日安保公台 這要主權導致的 在處幫你拿刺 你要主權導致的行 美日安保條約 請你先看清楚 因為這個地方 是美國跟日本國 共同來信託 來保護 因為 在戰爭法裡面 美國對台灣 有責任的義務 在日本國 日本國是 他有殘留主權 所以對台灣有什麼 主權義務 這當然後面會說 主權義務跟占領義務 所以 任何要 企圖 要掠奪 美國 日本天皇的 財產的時候 美日安保條約 的啟動 這台獨 首先要面臨 美國 軍隊 跟日本國的軍隊 聯合的攻擊 攻擊完之後 先說嘛 你會拿一塊刺氣 還說 假如成功的話 你要接受什麼 中國解放軍的消滅 最好 你一隻兵 就能讓美國 聽話 幫你抓他兵 還不是很好 為什麼要捕這個呢 做劣勢 而且還要消滅 結果台灣沒有獨立 結果反而又跑到別人的手裡 這樣有更聰明嗎 沒有更聰明 因為我講一個例子 在新台灣論裡面有說 當時這個東地運 東地運在葡萄牙為了去殖民地化 它離開嘛 東地運在當時它就選擇到底 誰不知道說隔標的一年 所以把他殖領 殖領多久? 二十四年 所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會套過台獨 因為台獨其實跟統一是兩個 不謀而合 兩個都有正義 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 套這個模式 殖領台灣 併吞台灣 人不可以說 台灣當時是最危險的一條路 不可以走 美國也跟我們說 台灣 不可以走的兩條路 第一 台灣不可以走向共產國家 第二 台灣不可以獨立 因為台灣有主人 台灣這邊當地的主人 我要再一次重申 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不是殖民地 台灣意思是日本天皇的一部分 美國是太平洋戰區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conquer 台灣地區根本就沒有光復節 這鴨平台灣真相 都有裡面有說 這片土 沒看過牆牙手 好來 我解釋一下 謝謝 這片土地 就是當時一百九五年的下關條約 中國人叫做馬關條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這個中央山脈的東半部 是高砂族 部落 部落 他不是國家 現在要上洗手間沒關係 自己方便沒關係 那個 下關條約 然後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日本國 台日本帝國 他就是 頭過的國際會議 就是說 說什麼 要把這個部份 跟 征服 美國建議 當時 印第安人 西部拓荒的時候 美國 頭過的這個 政政的部份 跟征服 納入管轄 征服之後 日本天皇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在那時候 1915年 開十年 以後說 這些高砂族的部落 叛變 造反 所以他跟 日本天皇蓋的皇族 叫高砂的部落 的 囚長 這個頭目 就是說 現在其實高砂 有個殊榮條款 在台灣基本法裡面 這有拜登的事情 因為高砂是台灣的貴族 台灣的貴族 所以 跟 我們本身 本土大人 他就是有一個殊榮條款 這就是 因為他一直跟 日本天皇 天皇陛下 是皇族的關係 所以有殊榮條款 十年的期間 征服之後 完成 台灣主權的建構 然後 1937年 那一年就是 七七如鉤橋 事變那一年 因為其實 日本國 我們帝國那時候 哪像現在的角色 美國的角色 他是負責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角色 因為他是軍事力 我剛才有說 大日本帝國的軍力 在當時世界上是排行第一名 哪像現在美國一樣 所以世界 包括 尤其是 中國 非常的戰爛 中國 當時有三個政府 四個政府 第二就是 萬洲國 這就是 中國的代表權爭議的開始 萬洲國 萬洲國 是正常 當時有 二十三個國家 成員 再來是 合法的 汪精衛 就是在南京的政府 再來是 兩個叛軍組織 延安的毛澤東 跟重慶的蔣介石 都總有四個團體 所以有 就算和平 中國沒有參加簽約 就是因為中國代表權的關係 沒有參加 就是 然後這個 我講到 回到剛剛講的這個話題 因為這個 中國的戰爛關係 所以 台本帝國就富有 維持亞洲和平的責任 所以有些叫做 日本進出中國 因為他是去維持和平的 那為什麼叫做 日本清華 因為 這個就是 他裡面贏的人 勝者為王 他贏他就是歷史在下 他在他去教 在他去誤導 正常 他是 維持這個 維和任務的 他 我們 美國的時候 民俗長有說 他是維持和平 進出 進出中國 他不叫侵略 因為他是套貨戰爭外 台本帝國 他的立國精神就是 萬國功法的精神 大家有聽過版本嗎 進出中國 然後這個部分 要把他掃平之後 撒 造成說 中國還有一個插曲 太平洋戰爭發生了 所以這個中國的維和任務 並沒有完成 好 回到這裡 1937年黃明化運動 說日本話取日本名 這個黃明化就是說 讓所有實施 要實施 台本帝國憲法的 所在的人 台灣條線 大家可以像 北海道 愛奴族的模式 就是透過萬國功法 讓當地人看的 日本 可以說日本話 才方便 讓台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那個所在 所以這是 按照萬國共和的程序來 不賣來 1945年 4月1號 就是七八年 就是 美軍登陸 沖縄那一天 同時 頒布天皇造書 新憲造書 讓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 跟朝鮮半島 大家有看到這裡 這整個都 都這樣 流程看到 1945年 4月1號 之前所使用的 紙幣 叫做台灣銀行券 後面的 日本銀行券 因為 近期這個 萬國共和他的 這個 鈔票 不能購買 因為是公開的文件 台灣自1945年 4月1號 開始已經是日本天皇領土 因此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雖然 投降 戰敗 領土也不能因戰爭 失敗而被割讓 因為萬國公法裡面有規定 台灣主權屬日本天皇 我們看這個破壞裡面 我們等一下要說的 台灣仍然是處於在 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我們等一下看這個領土 跟殖民地的分別 先有主權義務 再有主權權利 這是領土 殖民地呢 先有主權權利 再有主權義務 這兩邊最大的不同就是 殖民地 它是非自然產生的 所以先有主權權利 領土呢 是根據自然法 萬國公法 先有主權義務 再有主權權利 先有主權權利就是 先佔領割讓 然後它管你嘛 主從關係 那主權義務的話 它是先保障你 因為你是自己人嘛 保障你的安全和幸福 所以 日本國 它其實 就近張和平條約簽約國以上 是日本國 走出去那個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 還沒有簽訂合約喔 要記得喔 是怕出去 在1952年4月28號 恢復自由身份的日本國 新日本國 它得到自由了 但是大日本帝國 還在被壓制當中 所以還沒簽訂合約 所以放棄後面這部 主權權利 以前這個主權義務 仍然存在喔 像小孩 監護權 不想管你了 但是你的所有的一切 他還是有義務 要幫你幫你 三天 就像和平條約日本 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是在主權權利之前 已經形成了 因此呢 放棄後面這個 前面仍然存在 這是萬國公法的準則 四人必須遵守 就像小孩的監護權 如果 舊金山和平條約日本 放棄 台灣的主權權利 如果當時 台灣是殖民地的話 他放棄這個 後面就沒了 所以主權義務自然 就不存在了 但是可惜 現在想要獨立 請你想清楚 台灣是 日本天皇的領土 你挑戰日本天皇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這個準則 你就必須接受 美國主要佔領全國 跟日本國的 那個主權義務 攻你 所以台獨分子你危險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美國是台灣主要佔領全國 要負責佔領義務 要不然就離開 美國要看清楚 這是第一銀 台灣總統府第一銀 跟第十幾銀所所使用的鈔票 殖民地時期使用 就是台灣銀行券 說到錢大人 也就金了 很好用 天皇陛下根據萬國公法 透過1937年的黃明畫 這是彩色版的 行憲造書 行憲造書的權力 遠比帝國憲法還高 很重要一個觀念 因為 大日本帝國是君主立憲的國家 皇帝 他透過這個造書 讓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生效 所以大日本帝國的皇帝造書 就是人家的性質 他的觀念最大 我們大家人家很殊勝 很不簡單 透過這個天皇造書 直接變成日本帝國的身民 1945年4月1號頒布行憲造書 這個造書大家 你看看這個民政有重要的原本 你看看這個崇光魁 外戶大臣兼大東亞大臣崇光魁簽頭項書 1945年9月2號簽頂頭項書 再來是舊欣賞和平條 1951年9月8號 軍需大臣崇天帽 崇天帽 崇天帽是一個軍需大臣 大日本帝國的一個軍需大臣 他在新日本國擔任重要的職務 不簡單 一個大臣 要面對48個國家 就國土保衛戰 他一個軍師 就保衛了自己的國家 沒有得到損失 崇天帽很不簡單 這項頭是他第19人 安藤立吉的時候 輸用的叫做日本銀行兌換券 你政經所以先印一個台灣銀行的名字 為什麼中國人會在台灣 因為中國人被聯軍指派 在別人領土上接受日軍的投降 這三個階段 這個各軍辦公室 舊辦公室裡面有說 我們有這張堂 大家稍微學一下 美國打敗日本帝國中 日本台灣出紛 麥克拉斯委託蔣介石元帥 底下設了軍政民政 軍前皇民由台灣警備總部 來負責 民政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1949年12月之後 東華民國流行政府在台北 這個時候 台灣人 本土丹人的公平和正義就沒了 the people of 台灣 美國是依陪這些義務 日本是照這個主權 業務 有立場的協助 台灣民政務實現 台灣地位政上法的訴求 這個兩個階段 跟現財 現財 現財什麼 叫做政治台灣 這個分類點就是 中美斷交1979年1月1號 一個中國的政策 它之前叫做很像主權國家 但不是主權國家 因為這個模糊政策的關係 非主權國家之後就是 它沒有宣傳權也沒有自衛權 聯合國51條 對 它根據的是台灣關係法 為指導原則 美國國務院底下 AIT的民間組織 讓中國流亡政府 政權 繼續奴役台灣 將中華民國佔領軍 改名叫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我剛才有說 這個台灣關係法 第15條裡面 它必須聽命於 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導 所以它可以發現 自這個總統選舉 才發現 一旦的 我們不是單英國女皇的賀電 不是單加拿大總理的賀電 單澳洲的總理賀電 想要讓他偏偏就要等 美國總統的賀電稿 可以當中英 很簡單的 在這裡 他的長官 是美國總統 所以這個 這個台灣軍事總督 中英 必須要他的長官承認 恭喜喔 你中英 你才能當中英 沒有 你就要等了 你看旁邊 當年 叫他衝龍 邱義帶車去農 他就等那張 那張 那張 他怎麼都沒有賀電 沒有來 結果他在裡面的一個 國藝人 頭過的電話 跟他說 因為你沒有賀電 所以 美國總統的賀電 一直在哪裡 在等你 他就出去了 結果那些黃先生 就出去了 勇敢把他打起來 賀上賀一張 賀電就來了 齁 完全就在這裡 在等這個 主導 美國完全看不到本土台灣人 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發行中華民國 國民聲聲 這些台灣人是 the people on 台灣 正在台灣 現在 這個政政法 發理台灣的未來 在古今三合併條 完成這集 美國軍事政府是主管單位 會卡在軍政 軍政得外 是交由美軍來處理 民政由台灣民政務來處理 我們負責民政的部分 美國現在不能說 看不到本土台灣人 因為美國自己製作的 台灣公民身份證 這些已經申請的 台灣人是誰 the people of 台灣 那他為什麼 中華民國要離開呢 因為2010年6月29號 中國平民黨 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簽署 ECFA 正式達成和解 意味中國國內戰已經結束 兩岸的中國人 是台灣人嗎 兩岸的中國人完成統一 都與本土台灣人的台灣領土無關 中國殖民政權 已不再需要 防衛台灣與中國對抗 那中國殖民政權 也沒有立場履行 防衛台灣的佔領義務 美國有責任 終止其相對的佔領權力 親自佔領日本台灣 這就是一個中國的 台灣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台灣是美國的 美國的領土 領土 territory 不是康里 康里是殖民地 它是軍事政府的 領土的信用托管地 這裡看就好 這重點在這裡 你看整個流程 軍事占領是他國 光復是本國 所以說軍事占領是占領人的國家 一開始就是接收變光復發行流通券 將錯就說這四年 美國為了讓他的 將錯誤繼續下去 12月的施 開始流氓至這個 台本帝國 台灣台北 美國的生人 中華民國 代表整個中國 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 所以在 古金山合併條的1952年 之前 就像韓戰發生了 其實韓戰 叫到蔣介石 這個可以下去 1952年 是一個分屆 1952年 之前叫做 分配占領 1952年 就現在合併條約 4月18號 集合 叫做代理占領 我們看到 1954年 1623號 國旗國會法 他其實他就是 要把中華民國 用國家的一個 一個定義 讓他在這裡運作 中美協防條約 他當年的 1954年 九月份 杜勒斯 他就來台灣了 那時候是國務卿 1954年 12月3號 中美協防條約 其實美國有吃到甜頭 當時 1970年的時候 這個 中華民國 跟美國 買48台F-51 跟小牛地對空飛彈 有吃到甜頭 所以後面 台灣關係法 因為中美斷交的關係 1979年 要延續 國家利益 所以 把台灣關係法 立出來 這重點在這裡 台灣人出頭的定義就是 控美案 好談了吧 結束內戰 就是EKFA 測台 地區艦隊來台 你看看 那年 7月2號 那年是 6月29號 201年6月29號 簽EKFA 幾天 那天其實 EKFA簽定的 那一波 還滾下去 TVBS就把它補出來 這是TVBS的 警察 過不幾天 2010年7月4號 台灣平民政府駐美辦事處 7月4號 掛牌運作 這整個都安排好了 因為 那個 判決 美國 行政單位 應 主動協助原告 就是這樣 這兩條平行線 為什麼要痛苦 因為 你領了他這張太正 你領了他的識別證 你就必須接受他的管理員 管你 控制你 接受他的管制 美國台灣佔領軍 就是中華民國佔領軍 這個 這個 分配佔領之後 變代理佔領 一直來 基於反共政策 錯誤的開始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連共併台 國王會談 結合共識 EKFA兩岸和平協議 和談之後 已經失去在台流行的正當性 中華民國已被赤化 所以美國的 把代理佔領權收回來 由美國軍事政府親自佔領 這是中華民國 他這個體制走的路 台灣民政府在這裡 一開始叫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叫做台灣省政府 後來呢 被李登輝他主張廢省 但是美國不同意 所以台灣省政府 現在叫做動省 自然就這樣接軌 美國法理授權台灣民政府 到將來的有效統治 這個緊記 台灣國際地位政權化的 緊記這個政權 程序 一個台灣兩個政府 戰爭結束後 本該就沒有交集 是兩條平行線 所以台灣民建戶 法理至上 沒有必要跟中華民國 直接對抗 現在是雙政府的狀態 美國國會院要主動協助 原告成立他們的政府 回家 大家要看 進門大橋 進門大橋 這段 5.4公里 在5公里 現在已經蓋下去了 不少錢 這蓋好了 他準備要蓋了 他整個規劃圖都會好了 路線1 路線2 路線3 要完成統一大業 你看看 減財 大膽二膽要併入 媽祖的 不然變光光賭場 平潭島的海峽 很多人看過 可以載330輛的小汽車 有期不回來 時間寬的可以看 要得 這200 那一年就已經有了 路線規劃 所有 主要 它是要把錢吸進去 有沒有紅色的主要幹線過來 都沒有 全部都吸進去 所以 福茂 對台灣 是吸進去 那只要不要重計就好了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需要大家來做會 到三天 做會來 前進 今天要扣定到這裡 各位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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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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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